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今天呢是美国股市 不过在美国股市之前呢 我们还是让台股的资讯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大部分的时间 在平盘之下震荡 最后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27.82点 收盘指数12919点 跌幅0.21% 成交金额1867亿元 而OTC呢 则是上涨了0.51点 收盘指数是165.80点 涨幅0.31% 成交金额是506.96亿元 那么三大法人当中呢 都是同步的卖操 外资呢卖操了66亿元 而投信卖操了4.9亿元 自营商卖操了2.41亿元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美国股市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美国股市到底在选前的 这最后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会是怎样的表现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合头裤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义廷 义廷早 是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前一阵子呢 大家关心的就是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到底还会不会有新一轮的纾困法案 那现在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米努琴呢 已经坦诚说很困难 其实市场本来就认为 应该机会不大吧 好 那现在就确定是 选前之前是不会有这个纾困法案了 那第二个因素当然就是看 预判说选举结果 对不对 到底对市场可能产生 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现在进入财报周 超级财报周 应该是下下个礼拜 对不对 下个礼拜其实就开始 有很重要 例如说下周一开始 IBM就开始 然后像下周三的Tesla 那下周四的话 Intel Microsoft 然后Amazon都要开始公布 所以其实下个礼拜 就开始有大型的 科技股开始要公布 而且其实下礼拜开始的话 公布的产业就还蛮多元化的 例如像一些能源公司 或是一些医疗业者 ATMT这种电信公司 下周也开始陆续公布 所以基本上下周 就开始进入财报的第一个高峰 那就财报 其实已经公布两天了 那蛮符合两周前 跟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的报告 就是说这一次的财报季 跟三个月之前 有最大不同在于说 三个月之前财报季 在公布之前整个市场是明显下修获利预期 也就是说公布出来结果的话 只要是优于预期的话 其实比预期来得好的可能性很大 那市场就会当时也是一个相对股价比较偏低的状态 所以财报的技巧就很强 但这一次从过去两天金融股的财报的反应来看的话 事实上是整个财报季的反应是很弱的 因为其实就金融股 不管是两天前的JP Morgan 就摩根大同花旗或昨天的高盛 其实高盛的货益相当相当好 但 厌利 对 股价也只是平盘而已 对 其他的像是摩根大同花旗 或是昨天的威尔斯法国就富国银行 然后像是美国银行 其实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的财报 略低于一起 但整体而言的话还是一个明显改善状态 但是股价的反应就是跌5% 5%以上 所以基本上其实可以透露许个讯息 就是说财报可能利多 也许已经相当程度反应在当前股价之上 也就是说当你公布财报的结果 没有相当程度超预期的话 事实上市场是不会给予正面的评价 所以如果只是符合预期 或者比预期稍微好一点 市场甚至于可能会利多出境 其实就金融股财报的确有这个现象出现 所以现在财报来看的话 过去在三个月前的财报周 我们看到的其实市场是用财报 然后来激励市场 但现在可能是用财报来出货的几率比较高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 至少就金融股所显现出来的结果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能说是出货 应该是说市场投资人对于财报的检视 更加的严苛 期待越来越高 那其实像摩根大通花席 或者像昨天的富国银行也好 或者说美国银行也好的话 老实讲他们的财报结构并不差 第一个交易 市场非常的热络 所以交易带来的营收相当的高 第二个来说的话 原来市场担心的是 经济的复苏相对迟缓 会造成整个呆账的预期提高 但从他们所提列的呆账准备来看的话 老实讲是比前一季是明显的缩减 理论上来说都应该是要 解读成正面的讯息与基地 但投资人的看法却不是如此 那主要来看的话还是认为说 整个新型冠状病毒 对于经济的一个冲击 应该还会继续延续 第二个来说的话 缺乏第二轮的一个财政基地之下的话 对美国的就业市场 对于消费的复苏 目前看起来是有压力的 所以投资人很直接反映在 强烈连结整个经济活动的 金融类股的一个评价之上 所以的确金融类股 现在是被低估的一个族群 而且被严重低估 相对于大盘来说的话 整个金融类股还是下跌了十几个percent 但目前来看的话 投资人的一个评价的转变还没有出现 所以金融类股还是不被看好 那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来看的 就是选举到底对于美国股市 或者是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可能的影响是如何 你现在在这个现场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那么你有准备了这一个 现行图 这个现行图其实 跟金融市场无关 这个是美国总统大选的 民调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拜登大概领先川普 平均而言 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均值的概念 就是把中立 或是偏民主党 偏共和党的所有的民调 做一个平均的结果 那目前看起来 拜登的平均支持度 是领先十个percent 这是一个全国序民调 长期来看的话 这个民调的结果 基本上是会蛮充分反应之后的 当年的一个结果 就拜登的支持度 虽然没有创新高 但是呢 其实已经摆脱了 过去这几个月的 这个胶着 然后呢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五十二左右 对不对 而川普呢 虽然没有创新低 但是呢 也是明显的快速下滑 然后来到了百分之四十二左右 那如果从民调的数据来看 或是近期 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活动量来看的话 事实上很明显看得出来 川普有要很积极的去重新拉拢 追赶 追赶的一个状态 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充分反应在民调之上 当然啦 当然很多的投资人啊 或是民众会认为说 民调不代表一切 因为四年前就是这样 四年前CRA的一个民调 在选前也是领先川普相当程度 但最后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但细旧而言的话 主要四年前 其实在普选票来看的话 CRA还是蛮明显的赢 但是在选举人票 特别摇摆州的部分的话 却是川普拿下 但就到现在为止 如果各位去看摇摆州民调来说的话 老实讲 拜登领先程度 是比当时四年前 在特定几个州 是比当时四年前 Jerry领先程度来的更多 而且如果去拆解一些数据看起来的话 其实上 川普在三大族群的支持度是明显的落后 那这三大族群是很明显会冲击摇摆州 第一个是受到有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 那四年前很令人意外 就是说川普虽然给人的形象是说 他是一个有点沙文主义者 但是他在白人女性的支持率 老实讲 至少是跟CRA并加其余 甚至在特定州是明显 但今年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话 在这一块是明显的失分 这个来说他就是所谓的中性选民 也就是说他对两党都没有太特殊的偏好 那这样的一个选民结构来看的话 他的支持度也是下降 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 在前两次的选举 就是2016年中文大选 2018年其中选举 曾经投给第三政党 就是两党之外的第三政党的民众 在这一块他的支持率也下降 也就整体而言的话 看起来就是可能悬而未决的这些民众 目前看起来的话 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是逐渐的往下降 那这对川普去争取摇摆州的一个胜利来看的话 是相对比较有压力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现在要来预判一下就是 选举结果到底对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现在所做的调查 就美国银行啊 美英美林啊 他们所做的调查 经营经营人现在最担心的一种状况就是 争议没有结果 是 那争议没有结果 目前看起来由于民调已经被拉开了 所以假设选举结果就如同民调所显现出来 就是拜登不管就 选举人票或是一般的民众投票来说 都有相当程度的领先 川普那个时候想要去做一些困兽之斗也是很难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民调的反应来说的话 纠结出现一种没有办法判定的一个可能性是在下降当中 也就是说整个大选对股市的负面冲击应该会下降 就你觉得最糟的这种状况就是争议 然后没有办法顺利政权交接 你觉得出现的几率不高 是 这个当然会是最影响金融市场的 那假设另外两个可能性就是川普胜选或是拜登胜选的话 目前看起来市场都有正面解读的理由 如果川普继续连任的话 市场会解读为 继续的减税继续的去松绑对于金融业对企业的管制 这对股市是有利的 第二个来说的话 假设是拜登当选的话 事实上市场也开始做梦 开始做一些对于拜登的正面预期 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 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有可能是去扩张他的财政支出 这是对于美国经济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注意 那第二个来说 虽然拜登有可能对于企业加税 但目前看起来的话 对于个人加税 特别是中低收入户加税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相对加税的冲击是有限 所以他会对于企业的获利有影响 因为是对企业加税 但是对个人不加税的话 那么至少个人的消费力道不会受到影响 不会减损 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不管是拜登当选或川普当选的话 市场都有做多的理由 但只是说假设是真的是拜登当选 又是一个蓝色浪潮 也就是说两院都拿下的话 就是民主党全面执政的话 市场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这样一个民主党全面执政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那也许市场会出现一波回档 但投资人不妨去趁着再选后 假设有出现一些回档的话 可以当作一个部件投资组合的蛮好的时机点 所以如果是最糟的状况有争议 那当然会回档可能幅度还蛮深的 但现在觉得几率它不高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拜登跟民主党全面拿下 这个是蓝色浪潮 那可能会先回档 但是他回档的幅度时间不会太久 不会太深 那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虽然意外 但是有可能股市反而上涨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四美国股市呢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投股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亦婷 也非常欢迎 AO2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黄亦婷我们刚刚其实解析了 现在财报来看的话 对美股好像没有助长 反而比较有压抑的情况 至少金融股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剖析的是美国选举结果 最糟的当然是没有结果 有争议 然后呢其次是拜登跟民主党整个狂少服务院 众议院参议院总统通通都当选 那这个呢其实对于美股来讲 会先蹲后跳 所以前面那个先蹲不用太担心 但是后面基本上还是有一个中长多 那如果川普连任成功呢 川普连任成功的话 目前市场的反应并不是如此 应该说市场目前price in的架构并不是如此 假设川普继续连任的话 其实市场应该会有一个蛮雀跃的庆祝行情出现 那毕竟其实他不断的去强调 他做进一步的减税跟金融业 还有企业的松绑 这对于企业获利来说 都会是非常有正面帮助的 那也会重新去调整 市场对于企业获利 或是说企业的股价的一个 重新的remodeling 或者re-pricing 就是重新定价 所以假设川普真的是顺利党选的话 顺利连任的话 基本上市场的庆祝行情 应该是可以被期待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选举的结果 接下来就是 这个礼拜二 那其实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 苹果他公布了他四款5G手机 这个其实对于市场来讲 也是期待很久了 可是他在公布前一天大涨 大涨超过6个百分点 就公布完了之后呢 反而是下跌了百分之2点多 那今天呢来到了平盘附近 怎么去解读 基本上其实蛮符合过去 iPhone发表的一个 发表前后的一个股价反应 就是在发表前的时候都会涨一段 特别是一些散户投资人 短线投资人 再加上说在上周期我们有看到 选择权的部分的话 有大量去炒作苹果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苹果发表之后 发布之后呢 短线上获利了结其实是很 很显而易见被预期的 那主要还是来看说 整个苹果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基本上这四个产品 老实讲就我的观点来说 它的整体布局是相当完整 就是从相对比较平价的iPhone 12mini一直到最昂贵的Pro Max 基本上就是从中价位 一直到最高价位的产品线都有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像我手上 这是i8 已经是上上上个世代的产品 也就是说 蛮多的苹果的使用者 其实在iPhone11 或者是iPhoneXS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去换机 主要就是期待iPhone12 第一款5G版本iPhone的一个发表 那现在已经发表了 再加上说定价来说 它并不像大家预期的这么那样的 昂贵 昂贵 虽然它不便宜啦 但是说至少它没有大幅的 Mac上去 好像两万七到三万七 对不对 好像是 Pro Max的话有破四万 但是太顶规了 所以一般的民众应该不会买到那种顶规 但基本上还算是可负担的一个价格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一次的换机槽应该是可以被预期 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整个的布局来看的话 苹果的布局 其实从这张图也可以给大家做分享 如果用YouTube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图是 苹果这几年 它的一个产品结构 营收结构的一个状态 iPhone当然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产品线 但从过去 例如像是在2015年对它营收贡献超过七成 到目前为止大概降到四成多 所以可以看一下出来说 iPhone对于整个苹果的营收贡献 理论上 它的整个贡献比率是在下降 差别好大喔 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重点在于说 局色调的线就是 所谓服务所带来的营收贡献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过去的几年它慢慢的攀升 现在已经破20% 再搭配其他的一个产品线 例如像是Apple Watch 基本上来说的话 整个苹果的 获利来源基本上会变得更 divestify 变得更分散性 所以苹果来说是件好事 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在上一次 9月份的一个新产品发布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虽然对于 iPhone12没有推出有点失望 但就我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苹果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性服务的package 所以对未来它要加强这些服务所带来营收的动能来说的话 是有相当正面的注意 但这么强的一个服务的同胞的整合服务 需要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应平台 或是一个展现的平台 那iPhone12或是新一代的iPad 其实就肩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功能 那基本上而言的话对于未来整个苹果的一个营收的成长 或是说它营收的分散性 乃至于说更长期 它在一些软体服务运用部分的话 可能更加强它的一个相对有领导的一个地位 所以你们看好苹果的营收获利 从硬体的iPhone的销售 然后一直到这个软体服务的营收 你们都看好 至少是都正面看待老实讲 所以现在还会比较是这个看好苹果未来的股价吗 基本上因为我们看好它 不管是服务或是硬体的一个营收 都有正面的成长 那再搭配先前一波 其实苹果股价也有一些修整 所以老实讲苹果的一个股市的后市 假设未来几个交易日 随着投资人的氛围开始出现比较动荡 就等待财报公布之前的话 也许会有一波的一些修整 那假设有出现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不妨去布建苹果相关的部位 或者说相关苹果有在内一些指数 是可以留意它的一个布局时机点 再加上说下个礼拜其实大型科技股 陆续要公布财报 老实说有出现回档的话 应该都会是蛮不错的一个建构部位的时机点 这样听起来除非美国出现有争议性的选举结果 否则的话你基本上都是拉回反而是买点 你的态度都是如此 而且科技股为主对不对 科技股目前看起来的话 它的一个第一个对于基本面的冲击 比较影响程度比较小 第二个来说的话 未来的一些获利云运模式 看起来是还蛮正面的 那即使像特斯拉好了 虽然特斯拉大家嫌它太贵 但它这个礼拜连续两周 两天的两次的一个降价的举措 就在两个地方嘛 就是美国也降价 然后大陆也降价 都很有机会在促使更多的民众 去消费或是去订购特斯拉的汽车 那特斯拉的运营模式相当的特别 那其他车厂是坐好车再卖 那它是先预购再做 所以基本上它的预购量 如果随着降价快速增加的话 事实上对于它股价也是正面的帮助 即使它的交车 也许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快速的话 但整个的预购所带来的一个市场正面的预期 就会推升它股价 只能说马斯克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操作股价的实力哦 它会操作所有人的心理 非常好的行销人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那可是有没有哪一类股其实是要小心 可能在未来其实它的评价不会那么好 除了金融之外 金融类股当然是受到冲击的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假设所谓的刺激 第二轮的刺激方案 没有办法顺利很快的过 目前看起来 选前过的机率是相当低的 我认为选后也很难 选后因为要改朝换代了 对啊 等到明年一月一二月 是是是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办法过的话 那对于跟紧接新环敏感度很高的类股族群 例如像是消费 循环性消费就会受到直接的冲击 第二个来说的话 航空业 本来说要拿出来单独 那目前看起来要同胞 那所以它的一个纾困案也可能会递延 所以那航空业公布的财报 目前看起来是相当不理想 所以它有可能 之前过度涨高之后有可能出现拉回 所以这些跟所谓的疫情 跟所谓的紧接新环敏感度 比较高的类股族群 在接下来也许 投资人是相当需要去关注 必神圣为之 所以看起来又会回到 这个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就科技领军比较不担心 但是拉回反而是好的这个买点 但是这个紧接新环消费的 不管是消费的啦 或者是你像航空 所以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这些 看起来还是没有那么样的被看好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康尔头库产品 研究部副总经理黄奕婷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 拜拜